就在楚光正抱着日记本考古的时候 另一个世界的废土OL官网论坛 这会儿正热闹得不行 先后战死的七个玩家陆续下线 几乎是不约而同的第一时间登上官网 给论坛上蹲着的云玩家和乐子人们带来前线的第一手战报 这场战役比之前打得激烈太多了 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超过了一个连 各种分割包围 火力压制 突袭与反突袭的战术穿插其中 几乎让所有参战的玩家都大呼过瘾 直呼死得不亏 尤其是战斗的尾声 50枚火箭弹覆盖战场 哨声响起所有人跳出战壕发起冲锋 一番添油加醋的夸张 就连论坛上OB的云玩家们都给看爽了 哈哈哈哈 点鞭炮也太骚了 对面估计都猛了 话说你们从哪学来的骚操作 不过最神奇的是蚊子的火箭弹居然能用 你们不是说这家伙上次弄的那个喷火器堂压不够 又没装回火阀 顺着烧回去把自己给垫了吗 地精科技一雪前耻 滑稽 一公斤的战斗部还是格局太小了 有机会把热气球给弄出来吧 直接上300磅航弹 肯定好使 热气球怕是难 上了天就是火靶子 不过你们可以试试把发动机造出来 搞个螺旋桨飞行器 minimax系列飞机不就是木制的吗 努努力肯定行 造坦克吧 还是坦克好使 不过听你们说复活点附近不是城市 就是反坦克树 估计也够呛 你们真的在聊游戏吗 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 滑稽 嗨嗨 讨论的是塑料模型 塑料模型 虽然楼一直在歪 但随着不断有新消息放出来 话题很快又被掰正了回去 出谋划策也好 纸上谈兵也罢 不管是真信有这游戏的预约玩家 还是纯找乐子的乐子人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场战争的胜负 虽说到目前为止都是捷报连连 一切尽在掌控 但要是这群封测玩家不给力 或者那些掠夺者们还留有后手咋办 这要是万一输了 那可就玩犊子了 毕竟官方都说了 如果领冬将至资料片挑战失败 游戏服务器将无限期停服 重新调试后上线 至于会停多久 估计只有策划才知道了 不过幸运的是 热心网友们并没有等待很久 随着一位重伤不治的小玩家被迫下线 将战争胜利的捷报带回论坛 悬在所有人心中的石头总算被拿掉了 马卡八字 我被队友补了 不过没关系 史诗大劫 56名掠夺者 包括精英怪和boss在内全部被围歼 哈哈哈哈 杀得太爽了 我至少干掉了三个 不 四个肯定有 戒烟 那你咋还是死了 白眼 鸭鸭 若鸡 哈哈哈哈 死了就是菜 哈哈哈哈 哦 星号 马卡八子 干 你好意思说我吗 你都没参战 诺 鸭鸭 哼哼 众所周知 美少女是不打架的 等我攒够了买动力装甲的小钱钱再陪你们闹 at 折折 戒烟 那你还玩个毛线啊 不玩把号给我 tt 也要那我和 笑 打仗可还行 一百个人都凑不出来 也配叫打仗 不说远的 我们那嘎拉两个高中 随随便便一场群架 来的都是三五千人 后来惊动了县里 才没打起来 要不肯定上新闻 伊雷娜 三五千人还行 你们学校是不是叫林兰男子高中 话说食堂几个菜啊 别光喝洗锅水 多少也吃点 滑稽 夜时 笑死 我不行了 哈哈哈哈草 精灵王富贵 哟 伊雷娜也上来 欧毙了 滑稽 伊雷娜 你俩等着 我记仇了 星号九 峡谷在逃眼鼠 害怕 滑稽 每次版宠一出来 都承包了大家全部乐子 整个论坛里一片快活的气息 热闹得就像过节 不过这家伙就像地鼠一样 群潮一句就走 一刻也不留 根本不给别人讽刺自己的机会 或许在他的世界里 自己应该在和某个黑暗势力做斗争吧 而那些调侃 诋毁他的人 毫无疑问都是版主的小号 戒烟 话说垃圾军呢 咋没看到 他上来装逼 伊雷娜 对呀对呀 他的滑铲呢 滑稽 夜时 则 想起这货就丢人 管理者不是不让我们点火取暖吗 这家伙怕站好里冷得哆嗦 又怕睡着了 就给旁边的人讲笑话 结果可能是讲得笑话太冷 没一个人被他逗笑 最后还是给冻晕了 整场仗打完了 我们也没把他弄醒 后来扛上板车当商员台回去了 属实弟弟 捡垃圾99级 曹 你以为我想啊 老子试了几次 都显示角色状态异常 根本连不上 等终于能上线了 人都躺培养仓里了 夜时 反正就是丢人 滑稽 捡垃圾99级 at警号 at百分号 wc 真有蚊子 哈哈哈哈 老子全场MVP 就问一句还有谁 得意 西红柿炒弹 大佬666 地精科技强无敌 负债大眼 别闹 我数了尸体 被炸死的总共就撒 还不确定是不是你的火箭炸死的呢 夜时 哈哈哈哈 气氛组实锤 不过有一说一 蚊子的武器威力不咋行 唬人还是够猛的 一梭子 火箭过去 对面旗子直接白了 wc 真有蚊子 干 你才气氛组 你全家都是气氛组 怒 腾腾 你们别吵了 大家都很棒的0.0 老白 这群沙雕可没有吵 关系好着呢 腾腾 是那种少年与少年的感情吗 老白 你让我该怎么回答 刚才经历完一场畅快淋漓的大战 不少玩家都还在兴奋进上 恨不得跳下床来坐 百八十个俯卧撑发泄一下 但奈何现实中的身体 没游戏中那么强悍 负面状态的感官也毫无削弱 稍微运动一会儿 肌肉就开始疲劳了 忘了吃饭的更是低血糖 头昏眼花 果然 现实这边才是一款垃圾游戏吧 方长 话说岩鼠 你跟着管理者去了携手氏族的营地 峡谷在逃岩鼠 去了 不过主力都被咱们在公园里全奸了 去了也没打架 就跟着过了个剧情 然后在剧典里翻箱倒柜的搜刮战利品 不是我吹牛 这游戏在细节方面做得 确实毫不含糊 从那个关押俘虏的地牢 再到那些掠夺者们的房间 嘖嘖 我只能说把这些东西送上脚架 真是便宜他们了 夜时 啥情况 详细讲讲啊 峡谷在逃岩鼠 这还用啥讲的 你们明天自己去看不就得了 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不过这副本通一次大概就不会再刷了的 附近就算有掠夺者 估计也都是些个体户了 话说轮胎厂的掠夺者解决了 附近的地图应该算是开放了吧 我看那边有不少值得探索的地标 应该能搜出来不少好东西 方长 这波是爽到了 明天分战利品应该爽翻了 峡谷在逃岩鼠 问个技术性的问题 话说你们专场的预算 能参与战利品拍卖吗 方长 想啥呢 这要是能参与 那不干脆围标了 5000枚银币 确实有围标的资本了 上次那一轮拍卖会过去还没三天 大家都理都没多少钱 战争奖励的结算又在拍卖会之后 这次估计会流拍不少东西 峡谷在逃岩鼠 说的也是 都不用5000银 3000银扫 50件装备妥妥的 哎 惹不起惹不起 夜时 难受 要是有银行就好了 我直接分期买一套动力装甲 再来一把满配夹14自动步枪 方长 做梦 还是你在行 其实不管怎么分 这场仗打下来 肯定都是怎么也不亏的 上次他们面对的 不过是一支由石夫长率领的小队 平均分到每个人手上的收益 都在10银币以上 这次团灭了整整五个队不说 连对方的据点都给干翻了 不给个五六十银币 百八十贡献说的过去吗 最少也得50银币 不能再少了 峡谷在桃檐鼠 话说都没人好奇吗 马上要开逼二层了 你们觉得那里会有什么 夜时 我预感会有一次大更新 应该是Alpha 0.5版本 方长 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老白 这预感但凡有点用 也不至于一点用都没有 夜时 但 那你们倒是分析一下啊 方长 我直接说结论吧 预计下一阶段的更新会侧重两个方向 一个是游戏本身的系统上 另一个是游戏的内容 峡谷在桃檐鼠 方长大大怎么说 这声大大叫的方长很是满意 目前论坛里人气最高的两位技术流玩家 一个是他自己 另一个就是岩鼠了 被这么一排马屁 他连打字的速度都快了不少 先说游戏系统本身吧 之前论坛上 关于开发更简易的属性界面的呼声 一直很高 但其实 你们新来的可能都不知道 这游戏最开始 别说连属性界面了 甚至连等级设定都没有 真实到所有元素 全靠自己摸索 但很快 我们发现每个玩家的初始属性都不一样 有的明显力气更大 有的明显直觉更准 有的则是速度快 后来问过策划才得知 玩家是存在属性和等级这两个概念 说是为了真实 但太真实了 反而是个累赘 在我们的强烈见义下 策划团队开了几天会 终于把属性和等级的设定 以数据的形式整合到游戏重了 现在你们看到的属性面板 其实都是后来做的 之前根本没有 然后是货币 最开始根本就没有货币这个概念 砍数的奖励 全都是用贡献点结算的 大概是Alpha 0.3版本的时候 任务系统和经济系统大改 才有了现在咱们使用的银币 以及后来的公民身份等级 和私人领地概念 其实一直玩下来的玩家 都可以感觉到 废土Wall规则是在一点点完善的 策划也在摸索 平衡真实与游戏性之间的杠杆 目前货币系统已经开发完善 我估计接下来开发团队 应该会想办法改善一下玩家们 在游戏内的操作界面 比如让基因序列开发进度的累计 更加直观 最好是给技能熟练度也加个进度条 这样干的时候也更有成就感不适 再说游戏内容上 这部分也是我最期待的地方 很多人应该都注意到了 这次我们攻下了血手士族的据点 不只是接手了这些掠夺者们的装备 还解放了一大批被掠夺者们关押的俘虏 这些人大多是受到掠夺者迫害的幸存者 他们不只是一个个苍白的名字 他们有着各不相同的身份 也许有的来自避难所 也许有的来自其他幸存者据点 就比如我们去过的布朗农庄 甚至是设定中的贝特街 巨石城等等 在自己的家乡 他们或许有着自己的社会关系 甚至这片废图的某个地方 有着自己的亲人 这些NPC的身份或许将成为线索 为我们解锁更多的制限剧情 而如何妥善地安置他们 并与这些NPC建立关系 对于我们的虚拟社区 也将是一个全新的考验 所以我大胆地推测 随着领动已至 下一个资料片 或许就将围绕着这一命题展开 方长的观点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 包括峡谷在桃烟署这些技术流玩家 游戏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 玩家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NPC 要是人数再翻几倍 只依靠管理者大人和他的助手 显然很难完成所有的互动 如果废土All-All的野心 是打造一个接近真实的游戏世界 在虚拟领域中建设一个人机 友好型的虚拟社群 那么下一个资料片 必定将围绕着NPC与玩家的关系展开 而这些被解救的可怜人 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还有附近那些摆脱掠夺者淫威 骚扰的幸存者据点 想必也会对他们这支正义之师 感恩戴德吧 方长感觉自己 已经完全摸清了策划的思路 想到这里 是眼惺忪坐在电脑前的他 嘴角不禁乐不可知地向上翘起 不愧是我 简直太牛批了